歡迎大家參加由香港國際授權展在線 和Business Focus首次合作推出的D-Lab講IP港創意系列 這個系列專門介紹香港國際授權展在線的D-Lab香港管展商 以及他們原創及年輕的IP 同時協助大家尋找合作商機 希望透過介紹他們有關IP 獲得更多關注和點贊 開拓更大的市場 其實D-Lab即是香港設計授權支援計劃 在創意創業會主辦 創意香港的支持和贊助下 在授權展推廣本地原創IP和品牌 展示香港的年輕創意力量 在我身邊有柴犬工房的阿Wing 阿Wing你好 你好 我見到桌面上有很多你們公司的產品 可以介紹一下你的公司是怎樣成立 以及何時成立 我們的公司是2013年有這個想法 2015年又成立 創業之路又是怎樣呢 又如何有這個想法 其實我們最初的時候 因為我們有一隻柴犬 我們就幫我們的狗狗 舉辦了一個生日派對 當時本來想做一些回禮禮物 送給我的朋友 當時把他的回禮禮物 印在水杯上 放在我狗狗的Instagram的帳戶上 透過他的帳戶 他有很多外國的追蹤 那些外國追蹤 看到那個水杯 他覺得很特別 因為那個杯是一隻黑色的變色杯 他遇到熱水之後 他才會變色 變成一個圖案出來 那時候外國人覺得 未見過這個產品 那個時刻 每個人都說想買 無緣無故就成立了這個品牌 那你放了這麼多產品 公司的IP有什麼獨特之處呢 其實我們的主角Shibi 其實他是從外太空來的 所以我們的柴犬 跟別人不同 他是一個人形的柴犬 他帶著一個紅色的裝置 其實他是有一個超能力的 他們一套六個角色 他來到地球 想發放正能量給大家 他吃了甜品之後 就會發放正能量 還有你的公仔 都是跟自己養的柴犬有些關係 是有些關係 還想問一下 公司還有沒有跟之前 有沒有一些合作過 跟其他企業 還有沒有一些成功的例子 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們這個品牌很榮幸 受到本地和一些國際的品牌 去邀請 去做一個授權的合作 例如有Demon Sony Watson's 不同的品牌 可以說一下其中一些個案 其實Demon的項目 其實都很開心 我們之前舉辦了一個POP UP SHOP 有一個粉絲 就來了我們的POP UP SHOP兩次 我們聊聊天之後 他才透露我們 原來他是Demon那邊 他就邀請我們 以及是我們的粉絲 邀請我們合作 這個合作是2018年的時候 我們合作的時候 推出了第一個草原野餐派對 成績非常理想 購買Demon的產品 去送我們的禮品 他說頭兩個小時 就援領了所有產品 衍生到兩個月後 又有另一個合作 之後再有一個戶外的活動 也有幾間的品牌 有些螢幕在這裡 最後也想問一下 接下來 公司有沒有一些企業 你都很想跟它合作 或者一些行業 你都很想跟它合作 其實我們之前有想過 很想去做一些飛機的代言 可以整個品牌的角色 在包著飛機 以及在一些餐點裡面都有 但是現在因為疫情的關係 其實都難一點 我們很想跟地鐵公司 去做好像日本的新幹線 去包著整輛火車去做 還有會想去每一個香港的點 去介紹它的獨特之處 好 期待你們之後更多的發展 今天麻煩Wing跟我們分享 謝謝 今集在我身邊 是有HASIC的Astray Astray 你好 你好 想問一下公司的創業之路是怎樣 以及什麼時候成立 我們公司是今年 踏入了我們成立的第三年 我們有六位成員 其實我們本身 六位成員是同學 有一位成員 經常跟我們分享 他的遠距離戀愛的經歷 我們很明白 他那種想見他男朋友 又見不到 想抱他又抱不到的感覺 而這種感受 就啟發到我們 去設計一個IP 就是Huggers 之後我們也成立了一間公司 希望可以透過Huggers 去拉近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我見Huggers就是一隻熊仔 可以介紹一下它獨特點在哪裡 可以 Huggers是一隻白書書 軟面的熊仔 他是由雲染變成出來的 他不太說話 比較目睹 但他很喜歡去抱抱別人 雖然不說話 但你需要陪伴的時候 他一定會在你身邊陪伴你 為什麼他會叫Huggers呢 其實他的名字是由Huggs和Uss組成的 我們希望透過Huggers去推廣 擁抱這件事 因為發現到香港很多人都很忙 不是經常都可以約出來見面 但我們又覺得擁抱是一個 很直接可以對方表達關心的方法 但分隔了又做不到 我們覺得很可惜 香港人普遍都比較內斂陷促 很關心你 但又未必會膽敢跟你說 所以我們希望透過它 一個比較輕鬆目睹 但又經常陪伴你的感覺 去鼓勵大家多些 對其他人表達關心 還有希望帶到溫暖和正能量給其他人 那公司有沒有以前和其他機構都合作過 有沒有一些成功的黎智分享給大家 有啊 我們之前和基督教靈實協會 在10月的時候做了一個全港賣奇日 是為一些非政府資助服務的長者 幫他們籌款 雖然疫情都會對活動有些影響 很多事情都轉為上網站 但是我們都覺得可以一起做這件事 為需要的人帶來一些溫暖 和幫助他們 我們都很開心 嗯 明白 那接下來公司想和哪些機構合作多些 其實我們都會希望 將Huggers有溫暖的形象 去比較入屋一點 所以我們都會找一些不同的印刷商 或者是肯將IP 不同IP印到自己產品的公司去合作 同時間我們都很歡迎 和其他本地設計師一起合作 看看大家有什麼新的活動 嗯 好啊 今天謝謝你分享 謝謝你 今天在我身邊有Manda Learn Illustration的Manda Manda你好 你好 想問一下公司的創業之路是怎樣 以及是何時成立的 哦 其實是我講述一點我自己的背景 我以前是做過電影和電視廣告的後期製作 我自己本身是一個很喜歡畫東西的人 亦都想在插畫各方面去發展 所以我17年就讀了一個插畫課程 當中有一科是講角色設計的 當時的導師要我們設計一個角色 所以我設計了巴巴拉出來 當時也認識到授權這個行業 我對這個行業和IP的發展也很有興趣 所以完成這個行業之後 我便繼續去發展這個IP 到開初到現在都成立了差不多三年多 我見你都帶了你旗下的IP上來 我可否說一下有什麼獨特之處呢 其實我的IP分別有兩位主角 一位就是巴巴拉綿羊女 另一位就是兔女艾莉莎 巴巴拉頭上的雲狀樣貌 和艾莉莎一把紫色的頭髮 都是他們的特有標記 故事講述 他們是一群很要好的朋友 他們的性格很樂觀 凡事都是向好各方面看 是一對充滿正能量的人物 而且他們對甜點非常之熱愛 因為即使在生活上高 遇到一些不開心的事情 或者一些煩惱 只要吃甜點下去 他們認為可以得到一些減壓 以及消除了一些煩惱的感覺 所以我想透過這個角色 希望帶給別人一些正面的能量 以及無數的小確幸 明白 以前公司有否和其他機構 或是一些公司合作 前陣子也和一些機構合作 幫他們在網上的社交媒體 做一些宣傳的鐵文 做了一些小動畫 亦之前和香港的一間賣T-Shirt公司合作 推出一些T-Shirt 在網上的網店售賣 你見現在眼前這些產品 都是我最新設計的產品 剛剛和設計廊那邊談了一個合作 可以在他們的門市 可以寄買 除了一些零售行業 你將來也想和哪些行業 去談談合作 其實最想和一些品牌去合作 可以幫我出一些 例如類似前面的產品 或者也想做一些商場的DECO 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 宣傳我自己的IP渠道 另外我也做了一些小動畫 希望可以和一些品牌去合作 用我的IP 幫他們做一些宣傳的影片 放在網上 今天謝謝Manda 期待你們公司之後的發展 謝謝 請立刻登記參加 香港國際授權展在線 你可以透過登入雙貿配對服務系統 自行尋找你們的合作夥伴 又或者是可以聯絡貿法局 雙貿配對服務團隊 他們亦都可以為你 度身安排線上雙貿配對服務 大家可以打以下的電話 又或者是直接E-mail他們 今集的時間都差不多了 拜拜